之前在真兵大片套路杠中 有一款与F14激情狗兜的小家伙 这款不怎么起眼的战斗机 长期以来被美军用作扮演假想敌 以至于大家都一直好奇 这款战机是比个多少来着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揭秘 这款神秘配角的真身 它就是古式战斗机 这款不起眼的小家伙 是由美国洛斯罗普公司出品的F5轻型战斗机 改机空重4.41吨 最大起飞重量11.2亿吨 而同时代的F4鬼怪战机 空重13.7吨 最大起飞重量28吨 从体重上来看 这年似乎已有后来F15 F16高低搭配的雏形 不过当时大家还没有这种思路 F5的诞生是起源于国外的需求 二世纪50年代中期 北部洛斯罗普公司在调研了欧亚年洲蒙国的需求后 决定研发一款轻型超音速战斗机 根据这些小伙伴所提出的需求 这种轻型战机一定要具备装备完备率高 任务出勤率高 以及良好的可维护性 这些国家之所以会有这些听起来并不高大上的平民式要求 是因为他们基本都处于本站对峙的前沿地带 战争一旦开打 机场设施都会稀里哗啦 战机皆是赖操好维护就成了关键 随后洛斯罗普公司正是根据客户们所提出的这些平民化的需求 大量采用了成熟技术 使得该公司在向美国空军和海军提交这型飞机的设计方案时 都遭到了不懈的对待 但是美国空军想到自己该换装教练机了 于是空军就让洛斯罗普公司来为其完善该方案 以满足空军的教练机需求 在经过一系列的重新改强设计后 大名鼎鼎的T38教练机就此诞生了 嗯 说好的F5呢 看看T38和F5的造型 其亲缘关系便一幕了然了 当然了 不同也是有的 比如记忆边缘 进击构形状 尾部紧速散舱 起落加细节 捕捉钩等等 事实上 如果没有美国空军订购T38教练机 那么洛斯罗普公司就没有为F5战机架组 进行后续发展的原始资本了 之后 随着肯尼迪提出 向所有朋友提供支援 对抗任何威胁与支持和保卫自由世界的目标 美国政府考虑向全世界的盟友提供资助 以帮助他们购买先进的美国战机 对于这一政策 美国国防部于1962年4月宣布选中F5 作为美国对外军援计划中 物美价廉的战斗机 后来随着美国对外军援规模的不断加大 F5战斗机 几乎作为美国政府的随赠品 出口给了很多国家 该机在世界各地的征战中 用其并不算先进的机载配置 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作战任务 而支撑起F5能够连续升空作战的关键 就是装备再出勤能力 通常一支战斗机部队的装备再出勤能力 不仅要靠这支部队 地勤人员的训练程度 也要看这支部队里所装备的机型 维护是否简便 举个例子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 以色列空军装备的美制战斗机 任务再出勤时间只需要7分钟 而美国空军使用同型号的战斗机 任务再出勤时间则为20分钟 再看看乙军的对手埃及空军 他们所装备的米格战机 任务再出勤时间就高达40分钟 对于飞机装备而言 影响再出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是燃油系统的设计 拿米格21为例 启用6个机身邮箱和4个机翼邮箱 且机内邮路系统的切换操作也不方便 最关键的是机身和机翼的邮箱 不能共用同一个柱油口 而F5斩机的燃油系统设计更加合理 在加入燃料的同时 飞旋员还可以在座舱里 直接将机内邮路进行切换 以便于燃料的快速加注 此外 F5的航电设备舱布置也较为合理 相同类型的设备集中在一起 不同类型的设备分开安装 这样检修时 不同小组的人员就可以同时工作 而不互相干扰了 这脸像变谍的设计 使得战机的任务再出勤时间大为缩短 这些细节也体现了 美国的航空设计功底的雄厚 F5这款不起眼的战机 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 首创了以低配置机型 采用大量成熟技术 并全面提高了战机的任务出勤能力 这样一来 F5即使是作为一款并不占有技术优势的战机 但却能为战争实际需求而打造 从而很好地去完成作为一架战斗机 应有的使命 其超过2500架的产量 和多达2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 使F5成为那个时代与幻影3、比格2E 三组鼎立的最畅销外貌战机之一